猫管家,你竟然是猫神大人的徒弟 我是神族,我是为了报恩才留在这里的 原来这样,那还有,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 打败小堂的时候怎么好像是你们两个安排好的似的 那是因为猫神大人告诉我的 鱼豆公主带着光之王子来过 好像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那个公主 谢谢师父告诉我,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不过,我现在先不能让小殿下发现我知道了真相 以小殿下的智商一定会露馅的 确实你还是直接去找光之王子商量对策吧 是的师父 就这么办 事情就是这样咯 哎呀好啊,你们这一切还都瞒着我呢 我这是在哪啊 小堂,你感觉怎么样啊,你没事吧 头疼,腰疼,胳膊疼,整个人都要散架了 鱼豆,我这是在哪里啊 这啊,这是肖章的家里 啊,肖章家,那我现在好不好看呀 咱们怎么在他家呀,哎呀,这样好害羞呀 他怎么好像怪怪的,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大概是魔法能量从体内抽走了,记忆也会被带走吧 还有一个坏消息,就是小堂被黑精灵族签了魔法契约 一旦他身上的黑魔法印记被破坏,整个人在七天之内就会慢慢消失了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之前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样的话,那我们不会害死他吗 别激动,你先冷静,还有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去黑精灵族摧毁契约 只不过,这些契约应该都在黑精灵族最机密的地方 所以,应该少不了一场恶战了 怕啥,这不有我呢吗